台湾半年我也没什么朋友 然后就被学校赶到马路上 满年委屈陆籍女学生又生气又难过 回大陆过年回来 一进宿舍眼前景象 让她看傻了眼 没有打一个电话 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 就是随便找人去动我的东西 执法清秀一双五股大眼 她叫顾称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一年级 曾经是中国小姐继军 但因为抽烟违规遭到校房退诉 事情就发生在去年九月 故称在宿舍抽烟违反规定 一个月后收到校房退诉通知 她还写会过书来求情 但这个月三号返乡回台后 发现宿舍内个人物品通通被打包 堆放在门口 其中放在衣柜里价值三十万的 金手卓还不见了 在四号凌晨 哭哭啼啼跑到禁局报案 我们一路跟着你来的 原来这才是你家 曾在大陆偶像剧中 该叫外形缴好 还曾在节目中介绍台湾 对大家一窥自己住的女生宿舍 爱漂亮的她还在节目中穿上婚纱 但现在因为校方强制要她翻离 原本光鲜亮丽现在沦落为狼狈睡在学校的传达室 校方澄清禁言规定向来严格执行 重大违规才退诉处分 不过顾称长达半年都没有动作 才请校内学生来帮忙打包 绝对不是偷偷来 而且当天室友都在场 顾称身内聚下痛诉 不过再看看她搬到学校传达室里的行李 当务知己恐怕是先找到安神处 记者宇龙生黄子凤台北报道